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4月2号 小宝家恭候防卫者 星期日清晨 亚联杯上演一场精彩较量 届时小宝家将在主场迎战防卫者 双方近三仗走势毫无意志 彼此都没有尽胜对手的绝对把握 今次相遇激战成和可能性不低 之前创造恐怖的7比1比数之后 小宝家近期发挥较为起伏 四战仅有一胜两和一负的平庸战绩 总体来看亚联杯六战赢二场 和三场输一场 毁裂分组中游的成绩单亦在中规中举 不可以否认 小宝家阵容中拥有惊人的射手群 朱如维拉和马路沙拉迪等人 然而防守方面的表现 依旧值得球队的注意 要知道小宝家近六场亚联杯比赛 从未有以凌峰姿态赢波 即使在双方网绩上多次击败防卫者 占有优势 但他们最近不稳的状态来看 小宝家今次理应以保和增胜为目标 同小宝家一样 防卫者现在面临双线作战的处境 首先亚联杯方面 防卫者发挥不错 两战保持全胜的同时 得失球比位3-0 以强势表现撒入第三圈 晋级固然值得可起 不过防卫者目前需要将重心 转回去亚联杯当中 毕竟近四场亚联杯比赛 球队表现飘忽不定 既可以拿过4球大胜 亦可以大败收场 防守方面专注度也是时好时坏 幸好防卫者近期进攻方面都算交足功课 奔尼迪斯脚锋破信 近四战收获4个入球 在这些情况下 相信今次防卫者仍有一战之力 在阵容方面 中场因素费南迪斯上将尘雄 今次将停赛受罚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信 记住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idiot 或订阅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